哈喽大家好,我是尤尤尬的哈瑞幸福 今天的影片比较不一样 今天的影片是我在自由班的毕业报告 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的毕业报告吧 西元9487年的某日早晨 田不辣勇者走出了家门 想去晒晒太阳了十分钟 他站在公园的椅子旁 攀开一本万宝百颗此时炙热的阳光洒落 桌上写着 相传只要搜集四颗元素球 就可以召唤出方块大师帮人实现愿望 这时田不辣想到可以去找方块大师 许愿希望爸爸变成热狗的诅咒可以解除 当他经过丛林时 看到一只可爱的狗狗 他过去摸摸它时 狗狗突然讲话了 狗狗说 不要碰我 香巴佬 狗狗又说 香巴佬要去哪里啊 勇者回应 我要去用三个愿望来救我爸爸 狗狗说 你说的是打败魔王的元素球 许下三个愿望的故事吗 勇者说 对 狗狗讲 跟我来 我可以帮助你 狗狗就带着勇者来到树林间 他说 有一只宠物可以帮你 但是 你需要给我其中一个愿望 勇者欣然答应了 狗狗此时丢出一颗雷电球 说 雷电球可以告诉你四个魔王在哪里 勇者收下了雷电球 听到了一个声音说 第一个魔王在知名的鸟居等你 说完后 突然有一道闪光 等勇者再看清楚时 雷电球已经不见了 言不辣 勇者往鸟居走去 他发现有一群奇怪的生物站在那里 那些类似猫咪的生物向勇者发出攻击 田不辣屎出 田不辣犬犬 两只猫就倒下了 猫咪倒下了 发出一道闪光 并缩小合在一起 变成了第一颗元素球 飞到勇者手上 雷电球突然飞了出来说 下一个怪物在你家旁边那个公车站等着你 雷电球讲完发出一道光芒便消失了 勇者就往公车站走去 当勇者到了公车站排时 又发现一只奇怪的生物在等他 近看是只月鲸鱼 月鲸鱼看到勇者时发出一声嚎叫 射出暗黑死光 勇者中了暗黑死光 他正想放弃的时候 田不辣送出了 田不辣有辣吗 光波波浪浮波浪浮 月鲸鱼因为不知道田不辣有没有辣 所以就死翘翘了 月鲸鱼化成了一道光 也变成了第二颗元素球 勇者照着雷电球的指令抵达金门大桥 他注意到一个黑色的影子在空中盘旋 勇者的匕首掉在地上 被蝙蝠咬走了 勇者把盾牌丢过去 急昏了蝙蝠 在迫于无奈下 勇者只好使用元素球来当暂时的武器 雷电球又出现了 告诉田不辣 下一个是最后的大魔王 你必须小心一点 雷电球继续说 刚刚你的剑不是掉到水里了 现在我给你一把新的剑 去打败魔王吧 勇者突然一阵阴 倒在地上 勇者醒来 发现魔王站在他面前 准备要杀了他 他一个神走位 躲避了魔王的攻击 勇者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 只好网看似出口的地方好 但是又回到了同一个地方 此刻勇者才觉悟 这里是逃不出去的 只好任命的攻击魔王 勇者首先使出田不辣飞踢 但魔王毫法无伤 魔王使出了扩散攻击 勇者想用一次神走位 但没闪过 但由于是扩散攻击 所以他没受到很大伤害 勇者使出 上上下下 左左右 又AA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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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魔王受到了大大的重击 晕倒在地 勇者也因为发出大绝招 勇倒在地 雷电球飞了出来 给了田不辣一颗雷电弹 勇者的体力都回复了 在站起来时 发现地上有一颗青铜色的元素 求整个人开心得不得了 电球说 只要把四颗元素球 放在铜油镇的地标前 就可以召唤方块大师路十四了 一小时后 勇者坐着公车到了铜油镇 但是这里和以前繁荣的样子 完全不一样了 这里的建筑物都变了 只出现了很多奇怪与破旧的大楼 勇者突然一阵鼻酸 眼眶红了起来 但他还是找到了地标 并把元素球都就位了 这时一道闪电打在地标上 四颗元素球慢慢融合 变成了一个方块模型 这时方块大师现身 表示恭喜你 成功地完成了试验 可以拥有三个愿望 同时 雷电球呼叫了狗狗 狗狗及时赶到 勇者因为只需要一个愿望 为了感谢雷电球 就送给他其他愿望 我希望爸爸可以解除诅咒 变回甜不辣 回来陪我 雷电球说 我也来许个愿 希望甜不辣的爸爸 可以再变回热狗 呵呵波浪福 我的老天啊 波浪福 甜不辣的爸爸又变回了热狗 为什么 哈哈哈哈 难道你不知道 我们是诈骗集团的吗 呵呵 狗狗赶紧许愿说 我希望甜不辣可以死掉 甜不辣倒下时 隐约听到他们俩的笑声 绝对不要相信走